非常顽皮 极度顽皮 就不听话那种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结婚生孩子的 原因是我不敢去乱生 就是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会想为什么不要做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做 不要告诉我不要做 对 我会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以前那个电文拍不是吗 我就开始被电超多次了 你是自己打手机碰吗 然后我碰了之后 对 我被电到了 那时候我就不相信说 只有我会痛 我就弄别人这样 我对影像是蛮有敏感的 所以包括我的作品 你们听到的很多歌曲 都是因为头脑 我先想到的影像 我才去创作的 我说我的歌曲 有时候你会听到搞笑的 很轻快的 那有时候又小清新 然后突然就又Rap 然后突然就又张化这样 一批判 然后感觉是好像 很多个歌手结合在我身上这样 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多原话 其实是影像导致 刚好在台北某个街道 刚好的路线 刚刚好的台湾 歌邦邀约开始找上人 黄明芝还替台北跟高雄观光 以及2020东京奥运写主题曲 甚至AB女優都能成为MV主角 除了商业 她也公益 为外籍移工和流浪狗发声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她的创作动机 和911合作的歌曲 因为部分MV在清真寺取景 被认为侮辱伊斯兰教 遭到马国警方逮捕 有时候是我纯粹创作 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样做会有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我出事情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也不是有时候不是刻意要去挑战的 如果那个法律是这样我还去做 其实也没有 我是觉得这样讲没错 只是他们就是觉得我有问题 然后就做好去问话这样子 所以已经被抓了八十多次了 你有想过要稍微收敛一点吗 应该说不是收敛 是换个方式表达 因为可能我们创作的 包括我的音乐作品也好 影像的作品也好 我做了那么多至少也会进步 也会成熟一点 那我东西要表达 我还是该表达 我还是会去表达 只是我会换个方式 应该说比较清楚 交代说这样子这样子 我其实你说我凶 我也没有很凶 因为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只是一个创作人 只是因为我有一个YouTube平台 然后很多人在看 所以我可以比较 我讲的东西至少有被传播出去 所以你说我干狗的很凶 其实也没有 我都是用比较酸 比较歪的方式来干狗这样子 只要是心里认为对的事情 就会坚持到底 这是属于金牛座黄明志的执着 用它百无禁忌 融合诙谐与讽刺的方式 持续创作 来 欢迎我的妈妈 1983年出生在马来西亚 家中排行老大的黄明志 下面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爸爸是歌唱老师 妈妈也爱唱歌 从小跟着爸妈唱卡拉OK 爱上音乐 但音乐之外的一切都让爸妈偷偷 非常顽疲 极度顽疲 就不听话那种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结婚生孩子 已经是我不敢去乱生 生了然后就报复我 就是持续对抗 我会报应 因为我对我妈是 我不知道可能我妈前世 不知道欠谁 然后就被我报应在她身上 高速工作不是有休息站 只要我家里带我去旅行 一经过休息站 我一定会消失 我就会跑去马路上玩了乱跑这样 然后就让他们找我 不然就是带我去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的时候 去超商什么 我一到我一定是躲起来 去让他们找我 我会躲在衣服里面 你知道个子很小 就躲在衣服堆里面 不然就躲在试衣间里面 让他们找不到我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是 叛逆到就是想要 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就偏要做 就是跟我现在的创作 很有关系 就是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会想为什么不要做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做 不要告诉我不要做 对 我会去想这些问题 然后我就去做这样 然后做了看看是不是你讲的 跟你讲的也没有一样 所以以前那个电文拍不是吗 就我就开始被电超多次了 你是自己拿手机碰 然后我碰了之后 对 我被电到了 那时候我就不相信说 之后我会痛 我就弄别人这样 就常会发生这种 就是弄弟弟妹妹哭了 就被整个家都跑来跑去被打这样 然后我也很熟悉要躲哪里这样 你眼睛打到习惯了 对 然后知道哪一个动作 可以最快躲掉那个边这样 去和坚持一样 不简单 却也提备 但自己的理想 或许不会有答案 或许都只是假想 也不再能有遗憾 循规盗矩的歌无人文问 索性开始百无禁忌的淘气 粉丝以倍数累积 还红到开演唱会 一路走来 除了自己的才华和坚持 他最感谢的 是永远默默支持的父母 我觉得家里 对我的 我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对我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没有限制我 甚至我出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挺我 其实我觉得很难有父母 可以做到这样子 就那时候在我的作品 在网络上爆红的时候 就是在网络上 很多亲戚朋友都拿给他们看 喂 你孩子 最近那首歌很红 这样 他们有啊 有啊 他们看的他们也没有骂 他们都OK 所以我觉得家里的动力 很重要你知道吗 如果家里一直有人 阻止你做事情 我觉得会限制到 我们的想象力 跟创作力 当然如果他们限制我也不会听 可是重点是他们 他们也没有限制我什么 当然后来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一些警察 或者警方逮捕啊什么 他们会担心 会困扰着他们的困扰 包括一些旁边三姑六婆 在那边一直念 然后在那边酸他们 人言人语啊 他们是有困扰的 可是他们都没有说 极力阻止我 说不要弄啊 没有 你们十多年来 挺着我的孩子 让他处处看到曙光 非常的感恩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谢谢 让大家继续支持 接下来